媒體星期四報導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和前國安安全顧問奧布·賴恩 已經收到了特別檢察官的傳票 負責調查在前總統特朗普的海湖莊園發現的機密文件 並努力退翻2020年選舉結果 ABC新聞緩引消息人士報導 彭斯收到了特別檢察官傑克斯密士的傳票 但傳票的性質尚未清楚 該行動是在聯邦檢察官和彭斯律師進行數月談判後採取 據CNN報導 歐布萊一直在行使行政特權拒絕提供檢察官要求他提供的一些信息 彭斯辦公室沒有立即回應支評請求 史密斯辦公室拒絕對CNN和ABC兩份報導發表評論 報導援引消息人士說 作為正在進行和2020年傳據干預有關的特別顧問調查的一部分 特朗普的前代理郭土安全部部長查德華爾夫 最近幾個星期接受了司法部律師的採訪 特朗普表示他將會在2014年再次尋求供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沒多久之後美國司法部長梅里克加蘭在11月 任命史密斯維特別檢察官負責監督對特朗普的調查 第一項調查涉及特朗普如何處理他在2021年1月離開白宮後 留在佛羅里達州度假勝地的高度敏感的機密文件 第二項調查著眼於退化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努力 包括提交虛假選民名單以阻止國會證明民主黨人拜登獲勝的任務 最近幾個月 華盛頓一大陪審團一直在聽取很多前總統特朗普 政府高級官員對這兩項調查的查證 上個月 加蘭德任命了一名單獨特別檢察官羅帕特赫爾 調查拜登總統家庭和賣錢辦公室不當存放機密文件的情況 日月下旬 彭斯表示 在他位於印第安南州的家中發現機密文件後 他對這件事負有全部責任 但他並不知情